BABY BABY I'm Jenna Oh y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司徒 今天是10月20日 也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今天我會記錄一下我的生日會怎樣過 除了很簡單地和家人吃飯之外 我也會做一件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做的事 就是染頭髮 這件事其實我也想做好久 但是因為我的髮質很差 所以一直都不敢做 打算等髮質好一點才做 但是前幾天就在想 其實我這樣等髮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不理了 染了才算 而且因為我不會染一些要漂的髮色 很普通就這樣靜染 應該都OK的 現在先和家人出去吃飯 然後再去染頭髮 然後我想說 大一歲的我依舊非常匆忙的 要出門頭 OK 又在看我 好了 我們再見 Bye Bye 晴晴 你好 你跟早上說什麼 瓜哥還說 我們再再說一次 拜拜 大聲一點 拜拜 我們今天就來了吃炸雞 這間是我爸爸媽媽經常吃過好吃 所以今天就炸我跟兩碗一起吃 本身呢 其實我打算晚了就在家裡自己吃 因為現在有限制那些嘛 我打算少人出去吃有點困難 我家人就說不要緊 我分桌坐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就出去吃 那邊有一個拉麵嗎 對 那邊有一個拉麵嗎 對 那邊有一個 喔 櫻子 櫻子 這間是在家裡吃的 一個原味 然後阿妹說要這個 毛骨 這個毛骨 然後這個拉麵 我想說你們很好 10月20號的凌晨12點 開始就已經有人跟我講三十個了 然後去到 對 阿妹是第一個跟我說三十塊 她是在廁所的時候 然後就正在門前 就跟她說三十塊 對 因為我59還是58分那時候 正在換衣服 搭了00分 我就出來了 然後她就跟我說三十塊 然後就回去看電話 就看到觀眾 朋友開始跟我說 然後就跟我說三十塊 去到今早早 還有人跟我說三十塊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我沒想過這麼多人記得我生日 我不會經常看著 我是20號生日 前幾天我都沒有特地提 但是 都很多人記得 然後跟我說三十塊 所以很開心 我沒三十塊 都沒有特地提 然後就沒有人跟我說三十塊 要我提他們才記得 大家記住 你什麼時候三十塊 2月24 大家記住月月有四 跟我妹妹說三十塊 因為我們三十二米 真的嗎?送給我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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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電話不開的 快點要不要殺人 你不要殺人 因為下年都沒有殺人 你哪一年要送殺人 我給我 哈哈哈哈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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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這些 我今天出來吃東西 我都排出去 今天我生日所以不要緊 芝士 甜辣 毛骨 雞 好像說到名字很奇怪 很快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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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燙了吧 我們吃完東西了 你沒有飽啊 是那個肚腩 魚肚腩大 是嗎? 我的肚腩大 對,我的肚腩大一點 喂 我生日說一句好聽點的時候 我都不急 我頭髮小一點 誰啊 我頭髮小一點 OK啊 只不過今天裡面那件 沒那麼搭 我其實約了三點整頭髮 然後現在三點零幾分 不過不要緊 稍微小姐 也不是遲很多 麻煩 約了XX 走了 好了 看色頭髮 剛剛那個黏在那邊 我三個才黏得錯 我現在穿了這個補充 其實我不知道下部要做什麼 今天是要油染頭髮和剪頭髮 但我不知道要做哪一步 因為等他們幫我做 你剪多少 我不是那麼多 剪那麼多 我不想太短 好啊 顏色呢 你想要什麼 好像這些顏色 是不是同一隻 差不多 媽學得不得了 我回大學了 不要緊 咦 你是姐姐來的 我以為是妹妹來的 你以為我設的那個是妹妹 對呀 我以為是妹妹 我以為是妹妹 雖然不用花我炮姐 但為什麼可以染髮 不是啊 是我來的 這隻或者這隻 對呀 或者這些都差不多 牠就會有些牙身一些 有些綠綠綠綠的 想牙牙色 是不是這隻就要試一下 對呀 這兩隻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個吧 對呀 這隻 好啊 好啊 都不算很短 是不是 因為我去年呢 試過的剪 剪到很短 去年大約是這麼短 就是堅果一點 我現在是堅果很多 我不想這麼短 因為 我喜歡長頭髮 是不是 我男朋友都喜歡我長頭髮 但是呀 不可以不剪的嘛 剪這麼多就差不多了 現在呢 我就繼續服大家 發給我的DM 非常感激給大家 我真的沒想過這麼多 我會記得的 我自己覺得也太多了 我本身呢 有想過 押過Mapop來製作片 但是因為實在太重了 而且我覺得 我也想放棄一下那邊 我不想做東西 而且呢 其實我來到這裡之後 我發現呢 這裡的房子 都不夠大 給我的報告 Mapop我 所以我覺得 幸好我沒有戴到 現在塗了第二次 剪了第二次 看到一點點的 阿麻色 朱泰 整整起來做腦背 我記得一會就要放的 我不知道鏡頭不見到 我剛剛看到一些雖然 他出了頭才會再容易看不到 然後現在要焗油 因為我很頭髮 身邊是有點乾 所以要焗一焗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很短而已 看不習慣自己卑的樣子 哈哈 高級 大家覺得很棒 我幫我聽你們的感想 Hello 你的頭髮怎麼樣 蛤? 蛤? 什麼? 你先看看 等一等 喂 你是黃了 OK啊 搞錯 我覺得這個頭髮很適合你 短短的 那個髮色呢 OK啊 妹妹你再說一次 剛才說什麼 很漂亮 好厲害 At least 妹妹覺得好看 那就好了 剛剛去廁所收拾了個樣子 個人精神回來了 好啦 剛才就看完妹妹的反應了 然後我現在就想給大家聽 我男朋友的反應 我又跟她說我要染啡頭髮 但她一直都說想像不到 希望她覺得OK啦 我在拍片啦 你說Hello Hello 男朋友第一次聲言 打算給你看我的新髮色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等你了 OK 你的髮型也轉了 轉了什麼? 轉斷了而已 前面多劈 不過剪短了音而已 你喜歡我黑頭髮還是她的頭髮 嗯...想不到 即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會說 OK啊 但是 看不習慣 純粹看不習慣 即是你不喜歡啦 不是啊 OK啊 但是我覺得 即是怎樣啊 你說 你說看不習慣 但是我覺得OK 你轉轉 你轉轉 站起來才轉 嘖 很癢啊 收貨是嗎? 比我想像中好 總括來說你會給這個頭幾個分嗎? 10分滿分 10分啦 嗯? 你給10分嗎? 起碼不是失敗吧 嗯... 好耶 吃飯啦 咦 遮住了你 好漂亮 謝謝你啊 你無緣無故要讚我一句 證明你覺得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很興奮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啊 哎呀 哎呀 晴晴啊 嗯 Happy Birthday to Sum Sum 好 太快了 1 2 1 好硬啊 直接切吧 好像切歪了 我切到歪了 好啦 那今天的生日Vlog呢 就來到尾聲的啦 好多謝大家陪我過了今天的生日 不是說真的做了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唯一很特別的就是去染了這個頭 希望大家看得慣 而且覺得這個頭也不錯看啦 雖然很簡簡單單 但是我很滿足 因為 跟自己最重視的人去度過這一天 也收到很多不同朋友的祝福 坦白說我真的沒想過這麼多觀眾記得我生日的 好多謝你們這麼刮在心上 還有呢 很多觀眾DM我的時候都跟我說 啊我都今天生日 我都今天生日 我才發現很多12月20日生日的小夥伴們 在這裡再祝你們生日快樂啦 那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祝福 還有陪我過了這一天 希望這條Vlog也不會滿了大家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有什麼想說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和comment 最重要是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